在柠檬沙的子宫里,有东西正在蠢蠢欲动,14个胚胎的其中一个,在这个阶段只是小指头的大小,巨大的卵黄持续为胚胎提供营养。 我们脊椎动物里面,就鲨鱼的身体结构最接近貌似鱼类的共同祖先。 事实上,鲨鱼还保留许多古代身体特征。 鲨鱼和古代祖先一样,体内没有半根坚硬的骨骼。 鲨鱼负有弹性的骨架,由软骨组织构成,缺乏矿物质,无法硬化成为骨骼。 鲨鱼用来追踪猎物的感觉系统,也逐渐显现出来。 鲨鱼鼻子出现的这些小洞,都是超级敏锐的电力感应器,称为罗伦式胡腹。 每一种生物移动都会产生电,但电力只有十亿分之一伏特。 胡腹的功能十分强大,就算潜在猎物发出极少量的电力讯号,也无法逃过鲨鱼的法眼。 最后,这些感测器将会长满鲨鱼头部。